来起来不是圣座之后 第二章 重新合力 重新合力 弟兄姐妹 上帝要使我们重新合力 好 我们打开以赛有数 四十章 二十七到三十一节 四十章 四十七到三十一节 分不到了可以看这里 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 这里讲到什么呢 雅各啊 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向约估挺长 以色列啊 你为何言 我的冤居神并不查问 你岂不成知道吗 你岂不成听见吗 涌在神约估 创造地球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 我们要等候这位神 他必使我们重新得力 这是上帝宝贵的英雄 上帝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 人类是完全的 不需要劳苦 不需要面对疾病的痛苦 不需要面对死亡 上帝造人的时候 是给人有权命 去拐离上帝所创造 第一 要长出植物 水果 来供应我们人类的需要 但是我们独圣经 所以我们知道当人犯罪过后 上帝咒诅地 也惩罚了人 所以亚当 就要怎么样 去跟踪 这是上帝给人的惩罚 上帝 上帝 惩罚 亚当说什么呢 你呢 必汗流满面 才有犯师 你要终身劳苦 直到你归入土 很大的众主 而且所跟踪的 地要长出 经济的几年 八亿所跟踪的 毁掉 哇 而女人怎么样 上帝怎样惩罚 上帝要加痛 加生 你怀孕的痛苦 所以当人自从堕落过后 我们人 就充满的苦难 所以 张一走 那没走 往一走 没走 不好 所以 生活过得很辛苦 所以 我们真是活在这个时代 活在一个堕落 的时代 活在一个充满 咒诅的时代 所以没有平安 所以心 和口所说的话 都是负面 消极的 你去到公司 无论你遇到老板 遇到工人 朋友 每日 宿舍也好 朋友 他们口中 都会有满意的话 哎呀 这些钢 没走 哎呀 这头开火候 哎呀 是被招了 很多负面的东西 哎呀 这个神力 没走 很多负面的话 回到这种环境 所以基督 要不断的 来读神的话 让神的话 让你重新得力 今天我看到有许多人他们的确信的主啊 不过他们的身事 因为他们的心 被捆绑 被过去的挫折 捆绑 被罪的咒诅捆绑 被许多消极 许多负面 许多杀害化 捆绑着他们 他们虽然信了耶稣 但是 不愧的 所以今天上帝 他议许我们 要重新得力 所以问题是在于 你有没有来到 十字架的面前 最重要的 我必须每一次都这样强调 有谁都觉得 那些我不配 神不爱我了 我做错 我连去家 他都不配 连去小时都不配 离神越来越远 我们的捆绑就越来越多 某位的咒诅就临到你 很多的陷阱在前面 所以当一个人离开十字架的时候 他只有十字架 所以今天不论怎么样 你都要爬 都爬到来十字架的面前 领受上帝的赦免 领受上帝的恩典 领受上帝的释放 让你重新得力 所以不要放弃你自己 告诉你旁边人说 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放弃自己 虽然这世上有患难 虽然我们会有劳累 虽然我们会有病痛 但是十字架会给我们医治 阿们 十字架会给我们恩典 为我们开路 虽然有苦难 但是有恩典 陪伴着我们 有耶稣陪伴着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 曾经得了对弟兄姐妹 不要因为一些挫折 我们就埋怨 就以为神啊 你不看 不看顾我们了 你不为我们深渊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上帝 相信他 我们看这个经文 你看 这是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就是先知 当时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真的 面对苦难 面对苦难 他们埋怨 但是上帝是献起 这个以赛亚先知 来鼓励 来安慰他 以色列人怎样说呢 雅各 雅各是以色列人的意思 雅各你为何说 你的道路 像你那样隐藏 以色列为何 也 你的厌居神 并不察问 埋怨 人是不断的埋怨 埋怨 埋怨 但是一个属神的耳里 是怎么样的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疲借吗 那耶恒华华的神是涌在的 他并不疲乏 他也不困 就因为他的智慧无法撤动 他的智慧除够解决你的问题 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 我去教会 你说你是基督徒 我去教会 我去小组了 我是上帝的 但是请问 你的思想 是正面的 是积极的吗 你要问你自己 你要问你自己 你要审查他自己 神他就是要我们看正面 神的话语总是给我们正面的 世上的事情总是给我们负面的 所以你的思想要改变 今天如果你想要重新得力 你就要思想就要改变 新的酒不能够装在旧的皮带 新的不能够装在旧的皮带 过去的就要过去 用新的心来领受神的话 再次重新得力 不要让消极的思想来决定你的命运 要用正面去看你的人生 人生不是生老病死痛苦而已 人生充满积极 充满看法 充满得胜 充满荣耀 开始我们上帝 你们看 我们如何重新得力 但是说在于神的职位 我们需要神的职位 神的话 神的知识 栽种在我们里面 一个人如果有神的智慧 他会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看他的家庭 看他的未来 看他的孩子 看他的朋友 看他的教会 你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 你的心有没有一个意念告诉你 这个教会是父性的教会 有吗 还是你是先举在那里 还是一样的人 还是一样 昨天的职位跟今天一样 今天的职位跟明天一样 没有改变 弟兄姐妹 不要这样接上自己 不要这样子去看教会 你要改变 你的思想怎么样去想 就是决定你都会来 所以上帝常常告诉我们 在圣经四篇 他说你要大大的张扣 我就怎么样 大大的给你充满 你像神 你的火像神开过大 上帝就给你多少 如果你的心量小 上面就给你一点 你的心很大 所以我们大 梦想 很大的他们在前面 你的心要大 告诉你旁边人 要大大的张扣 对我们需要神的智慧 以赛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好的榜样 当埋怨上帝的时候 他不埋怨 他总是相信什么呢 当埋怨上帝的时候 他总是相信 他的神度 会不疲乏 他的智慧 神度 所以今天我们 思想要改变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是正面的 不是消极的 你去外面看 你去研究所有外面的宗教 他都告诉你一样东西 因缘果报 报应 你要横债 你钱是什么 罪什么 罪什么 人生短暂 放弃世界吧 上帝叫我管理世界 叫我放弃世界 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都是给你消极的思想 生老病死了病痛了 报应了 背了 什么 外面的宗教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的信仰都一样 正面是积极的 那我在工厂 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跟一个鬼叫我朋友 就是分享 他跟我们分享 他跟我分享我也跟他分享 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分享的结论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 他没有想我 总是在你好的时候呢 破血的时候 被放一个屁股在旁边 让你跌倒 然后跌倒 总是要考验你就对了啦 总是你好了 他就不高兴 只要给你一点考验 给你考验 给你考验 信 他们的信仰信得很嚣极 但是我们上帝 不是这样子的上帝 我们上帝 我们是爱到保守我们 我们每走一步 他都爱我们 他都为我们预备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知道 在前面有一个魔鬼 要困刺他的子民 要毁坏他的儿女 要使他的儿女消极 要使他的儿女自暴出去 放弃自己 所以上帝 牺牲在十字架上 就是要保守他的孩子 每一本 每一步 一直圈 圣灵 一直感动他 所以为什么圣灵要住在 我们的心里面 就是上帝要 实时刻都保守你 叫你行在正直的路 不要拉你魔鬼 留地步在那里 上帝爱我们 他不要让我们跌倒 然后被我们困灭 他制下我们正面 继续去面对我们困难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有神的智慧 我们人的本性 总之会更消极 人会因为 我曾经有100万的高 很高兴 他会因为他 失去了100万的伤心 是不是 人就是这样子 很简直 过去怎么样 风光 他会因为过去 很高兴 他会带着 消极来看 他们现在有问题 告诉你 消极的思想 跟快乐的思想不一样 快乐会很快乐 就没有了 快乐跟他 但是负面的思想 会加点 比如说你不喜欢这个人 你记住了 第二天你又不喜欢 你对他讨厌 又在加深 当他最后一次 接再加 你说这个人 简直就不是人 你知道吗 你对一个人恨饿 但是消极 如果你没有去释放 你会讨厌这个人 恨得不得了 所以负面的东西 是不断的家庭 如果你没有得到释放 没有来到上帝面前 得到释放 这个东西 影响一变 所以有些人 很后悔 结婚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谁要吗 我的老婆这样子吗 不好 支持旧的讨厌 谁要 我们重新得利 如果他是重新再婚 再去 好不好 不可以 所以弟兄姐妹 消极的东西 真的是为不断的家庭 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 一定要砍断的 所以耶稣说 他就是杀种的人 他也是讲道 传福音就是杀种 杀好的种 在我们心里面 那么这种子 如果落在这好的土呢 它就能够解除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果子 如果这些种子 落在那些石头 不好的泥土呢 就不能够解除果子 所以一个人 怎样提神的道 非常的重要 如果一个人提神的道 没有砸盾 但是只要走出这个门 魔鬼就马上把他手提了 拿走 等一领 神的话在他的生命 没有任何的帮助 当我在讲道的时候 你知道吗 天上的众天使天君 看着我们 万王之王 上帝 在看着他的合理 有些软弱的 有些些安慰 有些已经 想要放弃自己了 有些已经没有能力 再走下去 有谁 有谁 圣灵正在运行 运行在我们当中 所以这首诫命 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要把神的智慧 神的话 跟踪在心里面 让他解除国子 荣耀和上帝 没有重新得利的基督徒 怎样荣耀上帝 所以重新得利很重要 上帝要从你的身上得到荣耀 所以他必死里有能力 阿们 看谁有上帝 所以今天我们是想要用神的智慧 用神的话来看自己 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把那个祝福的种子 种在我们的里面 医治的种子 种在我们的里面 永生的生命 复活的能力 种在我们的里面 一切消极了 把判掉了 判掉了 不要让摩悔的低谷 一个思想 一个意念 摩悔就把你整个人回掉了 很多人信的耶稣 在里面没有摩悔的 我信的主 一切平安 摩悔是一样 你不要看清他 上帝知道摩悔是非常邪忍 而且有能力的 摩悔是有能力的 你不要看他没有 他真的是有能力 只要你离开神半部 有一个地步给他 你整个生命都会要 你跟整个家庭的改变 你本来是蒙福的未来 没有了 就是因为那个小神 所以今天诵节目 上帝他要恢复我们的形象 所以今天你怎样看你自己 我有一个朋友 很年轻的 二十多岁 他说 不行 我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石头 我的父母不爱 我的朋友不成 我很伤心 我们是人耶 你把人行为 成一个石头 何等自卑 何等自卑 如果你的孩子 来到你的面前 妈妈 我是一个石头 没有人爱我 我死了算了 母亲又怎么样 心碎去了 我的儿女呢 怎么你这么看你自己 我养育你长大 我无条件的爱你 你怎么这样自卑 今天我们的上帝 耶稣 并并打三十九遍 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要恢复你的形象 圣经说什么呢 克里夫后十五章 第十七节 五章十七节 克里夫后十五 这里讲到 你们是被全全的族类 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你在上帝里面解释何等的尊贵 是圣洁的 是贪子民 不是一个小生死吗 我们知道我们不配 我们是罪人 但是我们不要强调这些负面的东西 反而我们要自己起来 感谢主 我是属神的子民 我是君尊的祭司 我要活出能力 我要重新得力 荣耀我的上帝 这是一个真正的结果 感恩 为着上帝给你的形象 身份 来感恩 来荣耀他 牧师的子民 在地上 是一个名 是短暂 当我进入神的国的时候 那里不需要牧师了 牧师来做什么 反而属神的子民 才是直到永远的 反而俊尊的祭司 才是直到永远的 弟兄姐妹 你的身份 你的生命 非常的宝贵 99只羊 如果有一只羊 跑出去 上帝会放下 去找那一只回来 上帝就是看中我们的宝贵 上帝爱我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今天要有神的智慧 神的思想 用神的智慧 神的思想看自己 媒体宣告 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是君主的祭司 我是圣经的普通 我是属神的祖民 我能够荣耀上帝 我重新得你 媒体宣告 宣告 宣告出来 感谢主 你们知道 以前没有飞机的 人家有飞机 没有火箭 人家有了 上帝给我们有创意 能够创造未来 所以不要用你的思想去想那些消极 错语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上帝不喜悦的东西 好 用你的思想去想正面的东西 你的思想今天是怎么样 他真的是决定你的未来 决定你的命运 在美国 美国 赏德斯 60岁 60岁 赏德斯 听过 应该有听过这个人 这个人60岁的时候破产 一无所有 伤心 忧郁 甚至进入神经病院 60岁破产 皇孝 60岁 那么 他很伤心 很忧愁 就有一天他出来上户的时候 我一听到有一首歌 从远处传来 他随着他的旋律 游过去 哦 原来是一个小的教队 有个安逸在那边唱歌 唱什么歌 天父 被看过你 天天看过你 天父被看过你 哇 这首歌一直 他越唱越唱越唱 越感动他的心 他就来到这个教会里面 祷告悔改出啊 我不应该放弃自己 我相信 你就是天天看过我 天天爱我 天天在乎我 他悔改在上帝里面前 他从今得意起来 他开始 用正 用积极的 太后思想去面对他的困难 他去卖炸相机 炸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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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成名了 他就是KFC的创办人 如果大家不出头放弃自己 他们不要KFC治疗 不要Conducting Practington治疗 他一年的时候十亿美金 他六十岁都没有放弃自己 今天你多少岁 你多少岁 十八岁 你放弃你自己 上帝护照摩西 上帝护照摩西的时候 80岁 人家60岁没有放弃 你记得 不要放弃他 不要放弃自己 这不是上帝的心 所以你要相信一首解密 你能够重新 天父看过你 每天看过你 开始我们上帝 第二 我们要怎么要重新得意 那就说再用神的帮助 对神要帮助 我们来看 他怎样当心 以赛耶稣四十章二十九节 他讲什么 皮靶的 他怎么样 吃能力 软弱的 加力量 他不是给力量 加力量 给你能力又加你力量 所以基督徒为何有力量 不非没有力量的 上帝加你力量 不过加 加加加加加 加加加加你力量就对了 上帝比加的力量 不过我们的心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就是这样自然 不会难的 帝必须解命 非常简单 这个心 真是太美了 太能够了 给人力量 所以你不要放弃 寻求上帝的力量 上帝没有放弃过你 他要加你力量 这是自然的定律 他就说自然的定律 自然的定律 对 很自然 你却把上帝给你 在马可福音 5章25到34 马可福音 5章25到34 这里讲到有一个女人 他患了血肉病 就是女人的病 患了这个病 12年之久 当时如果你患了这个病 没有人可以靠近你 他说这个拉伤肮脏 这个女人肮脏 他患了这个病 上帝不喜欢他 所以他没有朋友 心里受到伤伤 而且这个犯了血肉病的夫人怎么样 他用他的财产 用他的财产 他所赚 努力 流汗赚 回来来去 他去看 看到一无所有 绝望 他很伤心 十大危险 他还听到 噢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不过呢 也有很多人来了 耶稣当时来 他出门了 传道 这是一般过 很多人围着他的 真亲人 围着他 哇 你要来到耶稣的旁边 这很难 噢 你要看耶稣的面 噢 这个妇女 没有放弃 他出去找耶稣 哇 激压激压 很多人激激激激 他心想说 只要我们摸到耶稣的衣裳 救命的套子 他摸了耶稣的衣裳 耶稣就转过来 噢 是谁 谁摸我 你摸我 你摸我 因为感觉到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来 谁摸我 结果这个妇女就战战兢兢 来到耶稣的面子 主要是我摸你 是我摸你 耶稣说什么呢 女儿啊 你的心救了你 平平安安回去 回去 上帝不断医治他 而且是告诉他说 平安啊 平安 上帝给他平安叫他回去 耶稣并没有骂他说 喂 你没大没小喔 你要我医你 空头百次间吗 哦 你没有禁止一百天 他没有这样子 这个妇女他就是做到这个自满的定义 用信心来摸上帝的话 相信上帝 的医治就得到 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信心 告诉你老远哥 手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神要帮助你 你也是要 有信心啊 所以今天开始 你要有梦想 我未来 在职场上 在职场上是个大声音 我为了主的荣耀 我要赚很多钱 荣耀主 事奉教会 帮助那小学 你要有个图案 在你的里面 要有个梦想 有信心的人也是有梦想的 没有梦想的人 他说他有信心 他骗人了 你都不敢想他 他说你有信心 你有真相啊 你相信上帝就是要大大使用你吗 大大祝福你在一个工厂 在外面的声音 你相信吗 弟兄姐妹你要相信 我告诉你 你要相信 最好在职场上 在美里上 全部都是基督徒 最好在政治上 在每一个职场都是基督徒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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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这个梦想 你敢敢生起生气 神哪里 在我的生命里面 你呼召我做什么 你呼召我要去哪里 要做些什么 我相信 我去到哪里 哪里就有能力 哪里就有父亲 哪里就有盼望 阿们 派出我们上帝 南美洲有一位 风师叫做卡瑞 有一个父女带来一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得多了 我很厉害 这个那时就按手 在他们左边的右边 他开始想 主啊 我看到一个后面 我感谢你 这个孩子有得多的 奉耶稣的民宣告 有得多的奉耶稣的民宣告 噗 是出来了 死心这样子的心情 一开始打开的时候 只是 两粒流 两粒流 然后就这样 我借你回去嘛 照我的方式去做 但是很可惜嘛 这个 这个妇女 都懂了 但是又再把他孩子 带到牧师的面前 牧师就 啊 奉耶稣的民宣 我看见了 我看到这个广念 噗 耳朵出来 派出来了 这种语言 这种语言 要有信心 基督徒每一个都有信心的 你想想吗 但是 最缺少是什么的 啊 什么心 觉醒 有信心 但是没有觉醒 哎我们有祷告啊 我们真是用信心祷告 上帝真的是为我们开了 祝福我们真的是有啊 但是就是没有觉醒 很容易放弃 很容易放弃 我没有觉醒 很多人都相信神的话 哦 他门口上面写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并不知不觉到 他相信神的话 但是他遇到问题 他看看这个话 看看自己的问题 再看看自己 哎 走了 神的话在他里面 没有产生任何的问题 最近给我们 一切路面的思想要拿走 哇 让神的话 跟踪在我们里面 你要相信神现在就要保住 神的话不是过在门口 十字架不是过在这里而已哦 他真是带给你永生 带给你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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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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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文一章 第二十一节 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 这里讲到有一个女人 叫马大 马大对耶稣说什么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并不会死 耶稣说什么 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却说 主啊我知道 那是在末日的时候 复活的时候 你必要叫他 我末日了以后 你看到这女人 他相信耶稣会一致吗 他相信 不过呢如果耶稣找一点白头 才能够得到一致 所以他的信心是过去了 然后耶稣说 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但是他的信心是怎么样 以后才会复活 不是现在 许过了他们有信心 不过他的信心是过去 过去了 我们有现在的信心 但是说现在的信心 你相信神现在就有成就吗 上帝现在就是要成就 不是以后 或者是过去了 他现在就爱你 有意思是爱你吗 念得非 他爱你 他其实爱你 他现在爱你 不是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讲故事 现在他爱你 他现在就要加给你 现在就要与你同在 弟兄姐妹 所以你要用现在的信心 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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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我在打败 我相信现在神预备了 开路了 一致了 动工呢 相信弟兄姐妹 不要打败 现在我们看 我们怎样重新得力 但是说寻求神 寻求神 寻求神非常重要 这个经文叫做什么呢 就是少年人 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了 也必全然跌倒 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寻求神 他走不远了 越会走 越走越稳弱 越走越稳弱 你要寻求神 你要等候他 仰望他 花时间在房间祷告 祷告 祷告祷我仰望你 我寻求你 他必 是你重新得力 无论你行走 无论你行走 你奔跑 飞翔上 这种与同在 很重要的与同解力 许多人又有很大的梦想 要达到他人生的目标 但是我问你 你愿意为着你的梦想 你的目标 付上多少的代价 当我们说 我主要为父亲 教会 请问你愿意付上多少代价 但是主要 我会带我们的 我的孩子 我的丈夫 我的妻子 朋友 来信耶稣 请问你愿意付上多少代价 很重要 耶稣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 他实在实际加上 这就是他的代价 有时候我会想放弃 我也是很小子 挺原谅的 但是我的另外一半 他告诉我什么 不要怕 因为你已经决定 把最好的 献给上帝 所以上帝 并与你同在 太守了上帝 也许比书33章 3333 最最推 也许比书 这里讲到 你求告我 我就预议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只是你 原来在我们前面 有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 在前面 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么大 又是这么难 因为上帝的梦想 上帝的旨意 是大 不是小的 上帝的梦想是大 又难了 不是小的 如果我们没有依靠神 没有人能够成就 所以我们必须 循求神 循求神 我们的梦想有很多 哇 有一些人要赚钱 有一些人要有好的事 业生意 这也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问上帝 你的梦想 是什么 上帝就告诉你 我的梦想就是你 你就是我的梦想 你就是我要救你的 我的梦想是你 不是别人的梦想 你就是我的梦想 你是有眼睛的 你有心跳的 你有感觉的 你会忧伤的 你有神的爱的 你是一个有生命的 你不是一个教会的人数 你是人 尊贵的 宝贵的 有永恒在里面 非常宝贵的 你是人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很多人觉得他不是人 也有人骂他的妻子不是人 骂他的丈夫不是人 骂别人不是人 有没有啊 所以我们不要看清人 不要看清别人 因为耶稣为他们 实在是知道上面 不要看谁别人 也不要看清自己 上面的梦想是伟大的 人的梦想可能达不到 上面的梦想绝对能够成就 阿们 你就是上面的梦想 上帝一定成就 上帝是赐福你 赢到你 这是上帝的旨意 没有人能够披荡上帝的旧人 上帝要赐福谁 要绝选谁 没有人能够披荡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 要寻求神 要赶赶的去梦想 因为梦想能够 能够扩越你的苦难 有梦想 有上帝的计划 有上帝的旨意 我们也要跟着他 每一个梦想 每一个目标都有他的代价 所以耶稣说 跟随我的人就要背死之家 对我们是耶稣 不过我们要跟随他 不上带架 老名 老名他的寿命可长达70岁 70年 但是当他在40岁 他很老的时候 他就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什么决定呢 他就是要飞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然后呢 把他的这个桌 只要把它断 整个拖下来 血流 然后让他慢慢伸回去 然后把他伸回去的时候 他就用他的桌 把他指甲全往一根拔掉 很痛 等到他伸回去过后 他就用他的爪 把全身的毛拖掉 这样子 他就可以活到70岁 不然40岁 他就 哎呦 烦了 都有他的代价 弟兄姐妹 上帝所使用的人 所护照的人 都有代价 不过上帝应许 我们重新的利益 他们是可以胜过的 所以今天我们 不要被消极的话 影响我们 不要让消极的思想 决定我们的命运 用神的智慧 用神的话 来活动上帝 给我们的梦想 阿们 这样我们每一天 来寻求宣告 你会发现 不断的宣告神的话 读经的时候 要不断的读出来宣告 耶利华是我们的牧者的话 我并不是缺乏 宣告感谢 赞你他 口不要说满面的话 反之说感恩的话 积极的话 赞你的话 你是想看 如果一个人 整天说消极的话 死了 吵了 别了 不要了 不能了 想要放弃自己的 几个谁跟着他 我会 那个有两字叫的 我活血了 这个人在生命上 遇到困难 他老婆跟他吵架 活血了 他们两个在那里 大吵热吵 他讲很多消极的话 我要进去破坏他们家里 施他们毁灭 你看到我们也是没有那个讲情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说 赞你 感恩的话 上帝的平安 领导 上帝的医治 领导 上帝的能力 领导 上帝的帮助 领导 圣灵的工作 领导 神的同在 领导 所以凡是感恩 凡是赞美 要是说不便的话 负面的话 能够把一个伟大的梦想 给摧毁 但是一个正面的话 能够使到一个人 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创造一个伟大的梦想 要说正面 坦白的话 满意的话 一句都不要说 也就是说在末的时候 他要审判 每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 口中所说的话 要一句 一句供出来 上帝看重人 怎样讲话 人怎样说那个话 很重要 你说正面的话 你的环境 这是好的环境 你说消极的话 这是消极的事情 回到这里 就是这样简单 有一个师母 活不到五十岁 就换上了未来 未来 很丧心 哭哦 哭 我的家不是故事 我也是读神学 我跟我们建立了教会 然后带领很多人 谢耶稣哦 但是主啊 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我不到五十岁 就换上了未来 满意 但是这个牧师 可能丈夫就安慰了情之 就告诉他说 人们的生命 就是这样的管仗 你选择 你要感恩的离开这个世上 还是充满埋怨离开这个世上 这个生活就思想了 对 我们要感恩 所以他丈夫呢 就买一张纸 把年轻去 朋友邻居 洗下去 他们明显出去 我们一家一家的去探访他们 跟他们谢天 向他们感恩 谢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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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 哦 这个 这个师母呢 她的更难言 的心 就没有了 过着一个感恩的生活 连她的未来不见了 还是我们上帝 弟兄姐妹 你口证要说 上帝真的是很在意 你要像 你的孩子 像你的丈夫 像你的朋友 有什么我们弟兄姐妹 说正面的话 鼓励的话 不要说消极的话 感恩的人 是没有得到一致 所以有时候不是主啊 你一致我的病 你一致我的病 不是这样子 你有没有饶恕人哦 有时候你的病要得到一致 是要离开你的罪 或者是很饶恕 或者你要过这个 爱人的生命 得到一致 不只是祷告你 你要尝尝 神参自己弟兄姐妹 不要让消极的话 影响你 我们怎样重新得意 我们的生事意念 要神智慧 神的知识 我们要不断的 寻求神的帮助 不断的追求我们的上帝 弟兄姐妹 今天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回来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一起站一起 谢谢 谢谢观看